有两个实用的变量,可以在上传程序到Arduino时,随即把程序编译的日期和时间也传递过去。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示例,变量下横线下横线date下横线下横线和变量下横线下横线time下横线下横线,分别是编译时的日期和时间。 一旦把这个程序上传到Arduino时,编译时的日期和时间就能从串口监视器中打印出来。 韩数 Conv2D把下横线下横线time下横线下横线变量中的10分秒进行提取,分别保存到变量HH,MM,SS中。 在loop中,每过一秒把变量SS增加1,并相应地判断分10是否需要禁位并清零。 之后,10分秒在Clible C6的液晶屏上显示,于是可以看到一个与计算机系统时间同步的时钟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